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海陸陸战队的F-35B战斗机在富汗执行了首次作战任务,这是美军装备F-35战斗机以来首次执行施展打击任务,这对于该战机来说,可谓是里程碑式的一天,一优势至美国南卡罗兰纳州伯夫特县警长表示,28月当天一架美国F-35B战机在该州坠毁,飞行员飘散逃生,这是该型飞机首次发生坠毁事故。 一架F-35大道飞时发射AIM-9X,对于传奇般的F-35野生战机来说,获得实战经验可谓是美军及其盟友的最大期待。 虽然今年早些时候这型战机在以色列空军手里参加了一次作战行动,但这似乎并不被那些盟友认可,因为那不是美军进行的因此,不能被算作正式的参战记录。 自从2006年12月首飞以来,F-35衍生战机的发展,可谓跌跌撞撞,虽然一路是故不断,包括曾出现火灾,抗核服故障,空氧系统缺陷等。 但终于从2016年12月开始,向那些参加这一项目的盟友开始交付了,用F-35来打击恐怖分子,吃小菜一碟,这种,被称为世界战机的第五代战机。 其性能真的能在实战兴术考验吗?现在的结果就是,27日,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所属的第13陆战,对远征群的F-35B以身战机,在支援地面扫荡行动中打击了恐怖分子的地面固定目标,并取得了极大成功。 不过,从美军的这次所谓的实战行动来看,几乎可以说是简软式撕捏,因为对美军来说,几乎不堪一击的阿富汗恐怖分子,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F-35隐身战机构成威胁的,所谓的实战经验,几乎就是一次例行的演习罢了。 F-35B在训练中坠毁也许是一个信号,但就在美军坛关庆祝F-35隐身战机,只得首次实战经验的同一天,悲剧来了,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,CBS28日报道说,美国拿卡罗兰娜州伯福特先进直接到报告, 当地时间10月14-15分左右在Grace Hill地区Clarendon Road和Jolan Drive附近发生一起空难,后经美国之邦证实,是一架F-35隐身战机坠毁了,但飞行员成功弹射跳伞或旧,虽然报道说这是F-35隐身战机,首次发生坠机事故,不过这应该是指F-35B, 而在去年9月5日,一架F-35A的坠毁,曾造成一名美军王牌飞行员死亡,F-35T两部署开启了隐身作战时代分析认为,美国的各大盟国期待已久的F-35获得实战经验终于实现了,这物仪将近一步增强,他们采购该款战机的信心,等于为F-35做了最有效最成功的一次广告, 不过,F-35的成功,也掩盖不住该机存在一些至今未解决的缺陷问题,如今在同一群出现截然不同的消息,至少证明F-35B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,但这可能挡不住美军部署F-35B的决心, 因为不久前埃在赫4号两栖攻击舰上已守此实战部署了第211攻击机中队,这将开启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第五代战机作战的历史,军情成光文转于2018年9月29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